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T0 加VR0 I0 G0 S0-M0 这里呢 1-V 加VT 加VR 减1 加M OK 我们把这里擦掉 好 那我得到这个东西我要做什么 我现在才要真正讲凯因社重点 他最有贡献的应该就叫这四个字 叫什么理论 陈述理论 陈述理论 他陈述理论概念是怎么样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消费100块 然后宗教女孩赚到100块 他再把这100块拿去做消费 然后财经女孩也赚到100块 对不对 然后呢 财经女孩再把这100块拿去消费 气管女孩也赚到100块 所以会产生一个现象是 宗教女孩赚到100 对不对 台经女孩也赚到100 然后气管女孩也赚到100 三个人加起来 整个经济体系 我只是消费几百 100的启动点而已 却引发了市场有三个人 总共各赚100 总共赚了几百 300 对不对 或者如果你不从赚的角度来看 你从消费角度来看 我一个人消费100 结果带动了另外三个人 跟着消费这几百 100 总共消费了 总经的是不是300 那我从我原始的100块 带动了300块 这个倍数是几 3 这就是陈述理论的概念 这样懂吗 所以才会鼓励 所以每次在经济第一名的时候 政府在 会过去会发放所谓的消费券 现在所谓的振兴券 就是因为要鼓励大家多 消费 会带动市场总消费的什么家 成家 那经济动了就启动了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来 各位 这个A0是不是叫自发性消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怎么办 我就对Y中的A0为分 对不对 A0为分 偏为分 A0是变1 其他都叫什么数 常数 常数 常数为分就不 变了 就叫偏为分 稍微懂一下 可以吗 那分母照 分母的地方照 超 所以A0为分变1 分母还有 A0为分变1 其他地方都视为常数 尾分就不见了 分母照超 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全部看着 假设自发性消费 增加一块 到底带动产出所得增加 多少 大家懂了吗 这个就叫自发性消费 成数 注意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像2 这叫Parsure部分的 事实上他讲的就是Y的变动量 这个是自发性消费的变动量 可以吗 这是偏为分的概念 所以这个叫自发性消费成数 这个叫自发性消费成数 好 一样的 来 我们这里有没有投资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 对Y中的 投资为分 各位 投资人变几 1 这些都是什么数 常数文就不见了 常数不会变动 因为偏为分就是 为的视为变数 要为的那个变数以外 通通视为 常数 好 那分母还是要造差 因为分母不是 分母还是要乘上去 所以1.V 加 VT 加 VR 减1加 m 这个 投资增加一块 导致产出所得 不知道增加多少块 这个叫 这个叫 对 投资产所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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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来 再举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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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政府支出 各位 G 微分变几 1 其他事为什么数 就 常数 微分就不 建 所以 政府支出乘数 一样 1-V 加 VT 加 VR B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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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乘数 就以分母来称呼它 诸穗乘数 那如果对R0为分呢 R0为分是变1 分子是小B 这叫移转之初乘数 那如果对出口为分 这是1 叫出口乘数 如果对进口为分 这是1 但小心这什么号 负号 所以分子是负1 负1 这叫进口乘数 这样可不可以理解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刚刚也讲过 这边都不太好 因为我想简单凯因斯 是不是要凸显出 修正凯因斯跟 完整凯因斯 所以自从有金融计策之后 我已经把这里都给简化了 因为我的重点在B部分跟 C部分 这样懂了吗 我们要学习要精准的 对重目标才对 OK 来 先进去没关系 对重目标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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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简单 凯仪师 可以吗 等于是有五个观念 第一个 储蓄叫育宁 储蓄投资叫育宁投资 第二个 均衡所得背后隐含 育宁储蓄等于育宁投资 第三个 什么叫做节俭矛盾 第四个 怎么看膨胀缺口跟 减缩缺口 第五个 我们怎么去看待 他凯仪师所带来的 陈述理论的概念 这样可以吗 那同学们不用把油门踩得特别深 因为老师说过 整个凯仪师分成 简单凯仪师 修正凯仪师跟 完整凯仪师 考试真正的考试重点呢 是在 修正凯仪师跟 完整凯仪师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 现在才要开始 我们讲了这么多 简单凯仪师 就是为了去凸显 待会稍后的 修正凯仪师模型 所以呢 老师在这里呢 一开始先跟同学们讲一下 我们的 班伟修正凯仪师 会讲些哪一些故事呢 第一个 老师会介绍 到底 什么是IS曲线 以及 它是如何 什么是IS曲线 这是一个重点 以及另外一个重点是 它如何左右什么动 移动 这两个重点 IS曲线 好 第二个重点呢 各位同学 我会介绍 什么是LM 克服 这条曲线是怎么来的 它的意义是什么 OK 以及它如何左右什么动 移动 第三个 我们就会把IS 跟LM曲线 两者合并在 一起 那合并在一起之后呢 OK 第一个 我们会讲的是 第一个 必考重点 叫做 我们会有几个 重点是它的 整个中心主轴 第一个 政府政策 它有一个 货币政策 一个什么政策 财政政策 这个政府政策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只 看不见的手 以前古典记 强调的是 一只 看不见的手 但现在凯因斯 强调是 一只看得见的手 那 这只看得见的手 它会有一个政策 相对有效性 到底是货币政策有效 在什么情况下 到底是货币政策有效 还是财政政策有效 这叫政策 相对 有效性 到底是货币政策有效 还是财政政策有效 可以吗 好 再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 那 一个超级利口 我们称它叫 流 动 性 陷阱 哇 这个超级利口 重重之重 可以说是里面最重要的 流动性陷阱 那 流动性陷阱 讲了之后呢 我们 就不免除的 也会带到另外一个 次重要的 大概十题有九题 是考流动性陷阱 大概只有一题 会考投资陷阱 还有一个 很简单的 排挤效果 带一下好了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 排挤效果 所以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现在会考的 进动机车还是会考这些 那老师先把它精简成这样 好 不会考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再把它做一个带入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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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首先,第一個 什麼是IS客服?全面看這 這裡有什麼資?投資,這裡有什麼資? 儲蓄,是IS客服代表投資跟儲蓄什麼的 你看,行的,事實上這個投資叫運寧投資 這個儲蓄叫運寧儲蓄 所以你看有夠簡單的喔,我教你唸書 不,我在講,我教你怎麼考上 考上講的是技巧跟方法 考上講的是技巧跟方法 來,這是Y,這是綠綠,對不對 好,來,你看,各位同學你看,這是Y 這就是誰?Y 這綠綠,這就是誰?綠綠 好,來,同學你看,綠綠影響什麼資?投資啊 所得影響什麼資?儲蓄啊 所以這裡一定是負寫率 為什麼?因為利率增加,投資會減少 那這裡一定是正學率 為什麼?因為所得增加,儲蓄會增加 好,那你看 這儲蓄,這是不是儲蓄 這個投資,這是不是投資 然後儲蓄跟投資會什麼等?相等 來,是不是這樣?所以這幾度線?45度 代表玉林儲蓄跟玉林投資什麼等?相等 好,那你看,來囉 各位 這個A點,不就是這個A點嗎?對不對?來囉 這個B點,不就是這個B點嗎? 我們把A跟B連結在一起 各位,什麼客服? IS客服 可以嗎?好,那你看這 哈囉,這個A,不就是 玉林儲蓄等於玉林什麼資? 投資的那幾度? 40度 哈囉,這個B,是不是代表 玉林儲蓄等於玉林投資?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IS客服上的每一點代表 玉林儲蓄等於 玉林投資 玉林儲蓄等於誰? 玉林什麼資? 投資 由此可知 IS曲線上的每一點代表 玉林儲蓄等於玉林投資 其代表商品市場什麼很? 均衡 均衡 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剛剛簡單凱因斯 45度線交叉圖 均衡所得意義是 一樣的 所以代表 商品 市場 均衡 這是第一個觀念 看一下問題 請 可以嗎? 好,那我問大家 然後經濟轉彎 各位 既然我已經知道 IS客服代表 上面每一點代表 玉林儲蓄等於玉林投資 代表商品市場什麼很? 均衡 那我現在有個A點 我現在有個B點 我現在有個C點 各位 V點是不是玉林儲蓄等於玉林投資? 各位 V點是不是玉林儲蓄等於玉林投資? 那A點代表誰? 玉林儲蓄大於玉林投資 還是玉林投大於玉林儲蓄? 那C點喔 V點代表兩者什麼等? 這樣等 那A呢? 好 A是大於I 好 謝謝 來我們看 你看喔 V是不是儲蓄跟投降等? 可是你到了A的時候 綠率會什麼揚? 上揚對不對 你看嘛 假設 這個綠率是R0 可是 你到了A點 綠率是不是R1 綠率什麼揚? 增加了 哇,綠率很高很高 大家會想幹嘛? 儲蓄大於 投資 所以這個點代表的是儲蓄大於投資 可見只要在IS客服意義上 就是儲蓄大於投資 那相對 C點下呢 很簡單 就反正是 投資大於什麼去? 儲蓄 因為綠率什麼跌? 下跌了 下跌了 好 那 各位同學 我現在是不是知道 這一條IS客服怎麼來了 這一條IS客服怎麼來了 所以 我已經知道第一個觀念 這是IS客服怎麼來 我現在去知道 它怎麼左右什麼動? 左右什麼動? 移動對不對? 好來 全面看這 來 我就以投資增加為例 這是要投資對不對? 那投資是不是在X走? 所以投資增加一定往 是往右移 因為投資在這種嗎? 好你看喔 來囉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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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變成 A'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來囉 從這裡增加嗎? 來了 來了 B變成 B' 我把A'跟B'連結在一起 IS是不是又移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總需求 來自於 C加 A加 G加 X減誰? M 我們剛剛證明了一個東西 證明的就是用投資為證 投資什麼加? 增加 那總需求是不是就什麼加? 增加 只要能夠讓總需求增加的 像投資增加 IS都會往 右移 對不對? 我們是不責政的 從此可以知道 只要 可以讓總需求增加的 像是消費增 投資增 政府租增 出口增 進口 減 那我總需求 A D都會什麼加? 增加 動物網 右移 可不可以介紹? 可以理解嗎? 好了 請 我們先讓我來看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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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 大廳 四 中間 中間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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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